大家好,我是高于彤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八字案例 一个家庭应该是温馨和谐平静的 那如果说一个家里每天都在吵架 每天都是一地鸡毛 每天都在鸡犬不宁 那这个家肯定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们家为什么每天都在吵架 首先姓名做了个人隐私平壁保护 是一位男性 杨历生日1977年6月9日的上午6点 年龄44岁属蛇 阴历生日1977年4月23日的卯石 年命纳因沙中土 这是他的八字 首先看能量分析 本命呢是得令得地得势 身强无疑 这是一个身强的八字 我们看他的称谷 称谷重量三两三千 称谷聘语 早年做事是难成 百计徒劳枉费心 办事自如流水去 后来运到得黄金 好我们看他的性格 性格这里啊 笔尖结财 我们说不入格 但是其他的食神方面 他都比较弱 只有笔结 那我们姑且以笔尖格来论 笔尖格要面子的朋友多 朋友非常多 意志坚强 重情重义 不轻易地改变 不轻易地改变 过度自信 因为他 增强嘛 过度自信 他跟人合作 容易破财 且八字里面没有正观 自我约束能力不强 自作偏财 脾气比较倔 好我们看他的家庭 家庭身强 父母不为喜用 那据民族所说 他自己呢是一个孤儿 是被抱养长大的 然后呢他没有兄弟姐妹 但是你虽然没有兄弟姐妹 你在社会上交的这些朋友们 这些兄弟姐妹们 也是会问你借钱的 而且这些人借了你的钱 很难被要回来 然后我们看他的夫妻宫 夫妻宫这里呢 毛有冲 而且夫妻宫处于求死之地 他为什么每天都在吵架 打架 然后日子过得非常的悲催 因为夫妻宫这里 他老婆这个宫位 是一个求死之地 这个八字是一个克妻的八字 而且他跟他的子女 是天克地冲 日柱与时柱是天克地冲 他除了克妻 他还克子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八字的财运 财运呢 首先他是身强了 然后有一个强根 有正财 有偏财 他目前呢 是4S店 奔驰4S店的一个销售总经理 所以他捞偏财 还是有方法的 身强 食伤弱了一点 逢到有财或食伤的 大运流年 还是可以发大财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体 身体呢火旺 火气特别大 容易发脾气 比较照 然后鸡呢处于求死之地 他的肺不好 而且这个七杀和偏硬都在腿上 腿上有伤 有病症 小腿上面呢 有淤堵 好我们看一下 他的子女 本来呢 这个在命书上是有这么写的 在健康这里 身体这里可以多一句啊 就是 如果日柱和食柱 天克地冲的话 这样的寿命 这样的人 他的寿命是不超过60岁的 这是方向以前 当然现在的医疗条件好了 寿命可能会可以延长 但是日柱和食柱 天克地冲 对他的影响 以后老了之后的健康影响 是会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子女 子女他八字里面呢 是没有正观 有一个七杀 所以他有一个儿子 没有女儿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行业 身强 喜欢科学号 最适合的行业呢 就是五星属金的行业了 五星属金呢 有金银珠宝 车辆交易 他目前做的就是五星属金的行业 然后金融 机械仪器 证券交易等等 其次呢 是五星属土的行业 有房地产呢 土地 矿产支援 古董交易 桃池 钻瓦水泥 然后农牧业 这些都是五星属土的行业 再其次就是五星属水的行业 水产饮料 咖啡业 运输业 水产养殖 服务业贸易业等等 不适合的行业是五星属木和属火的行业 这是他的印和笔尖 是不适合他的 然后我们看他的贵人 天以贵人 只有两个 饼钉 猪鸡位 猪和鸡 是他的天以贵人 然后我们看他的喜记 喜记那么适合 跟他一起工作的呢 是财 别人投资给他做 他自己来独当一面是非常合适的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八字 自己一个人做 然后呢 还喜与官合作 跟上级领导合作挺好的 还喜与下属晚辈合作 就是他的食伤 跟食伤一起合作也可以 不喜呢 就是不喜欢跟自己的印 自己的长辈 还有呢 就是笔结 就是兄弟姐妹一起合作 他很容易吃亏 破财 那建议 给他的建议呢 就是要增强夫妻宫的能量 把被克制的这个金的能量增强 然后呢 再增加土的能量 因为他五星里面是缺土的 用这个土呢 把火的能量给他卸下去 建议增强土和金的能量 好 那么他今年大运流年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21年 大运新丑流年新丑浮盈了 浮盈 发生什么事呢 这都是财呀 深强财旺 非常好 然后我们逐个看留月 留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一月 一月引武合伙 增强了是笔结 笔结克财 财变少了 财变少的原因呢 是学习 因为学习花钱 还有呢 就是口舌 这个月会有口舌纷争 然后我们看二月份 然后我们看二月份 二月份 偏财进账 但是呢 下面有一个萧神 毛友冲 跟自己的老婆吵架 这个月吵架呢 非常的凶 那据命主所说呢 是他老婆 叫了他的父母 过来家里说 你把你儿子领走吧 我们不要他了 就是每天都在离婚的边缘 反复横跳 每天都在离婚的边缘 然后我们看三月 三月这个月呢 哎 升官了 管的事情变多了 但是呢 有会有一些口舌是非 哎 有一些小人 会引起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四月份 四月份呢 要注意公检罚早市 有可能呢 是车被贴罚单破财了 然后这个月呢 四有丑是合金的 四有丑合金 这个偏财非常旺 那这个月呢 也是尽财的一个月 好 我们看五月份 五月份 甲木生无火呀 这个月手中的权力变大了 那跟朋友一起 吃喝应酬的事情 也变多了 六月份 五味合伙 增强的是笔节的能量 笔节呢 克制了销神 然后笔节是生死神的 所以呢 这个月呢 销神夺食 但是他还是会硬事 销神夺食容易出现什么事呢 他在工作上啊 容易劳而无功 做的工作没有收入 没有收获 工作做的比较多 但是没有收获 容易劳而无功 叫销神夺食 这个月 然后六月份 讲完了七月份 七月份 上火刻下金 那节财刻财 这个月可能会有异性朋友来借钱 所以这个导致这个月收入减少 而且管的事情呢 还会变多 那有商官 还会有一些吵架 争吵 然后我们看八月 八月 悠悠自行 愁悠 合金 天干引化 那这个月财月是非常旺的 这个月有大笔的偏财进账 然后我们看几月份 几月份 五须 它有一个合化 五须是合伙的 五须 它是合伙的 增强的是笔节的能量 笔节是生相关的呀 所以这个月工作非常的有伤心心 很努力 跟朋友一起赚了一点偏财 然后十月份 十月份 嗜害冲 嗜害冲 官客劫财 这个月借出去的钱 有可能能够被收回来 官客劫财嘛 这个月呢 应酬吃喝玩的事情呢 也很多 这个月管的事情 自己都是掌权人 然后十一月份 上金生下水 七杀的能量是很强的 但是呢 有一个直丑合图 直丑合图呢 就增强了十伤的能量 十伤呢 又是克七杀的 所以呢 这个月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 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可以靠一顿饭解决的 如果没有解决 那就两顿 就是用吃喝玩 来解决它七杀的事情 好 我们看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土生金 土生金呢 还是财很旺 有偏财进账 吃喝玩的事情很多 但是要注意 这个月有小人 所以这个八字呢 今年总的来看 它都是财运非常的好 吃喝玩的事情 也非常的多 但是要注意七杀 有两个月的七杀 还是比较大的影响 注意公检法 也要注意小人 所以八字今年赚钱 是没问题的 所以 唯独要注意的 就是夫妻关系 这个家庭啊 确实挺棘手 好 这个八字就分析到这里 感谢大家